火武器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武器,由于其强大的破坏力,使得这种武器不一定要投入实战,也会对其他国家完成非常强大的威慑能力。 于是有很多国家都想帮设法得以研制出了核武器,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,其次是美国。 两个国家的核武器数量加起来有上万美之多,其他的国家核武器数量虽然不多,但是也足够造成不小的威慑能力。 火箭之美俄两国的核武器数量相当,大概都在6000枚左右,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,自始至终中国的核武器数量都是保密的。 各国普遍认为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在300到500枚之前,而很多知名也担心,如果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不够的话,对敌人的打击就不会形成致命。 核武器的发射过程中,有的会发射失败,有的不会命中目标,还有的会被防空导弹拦截。 所以如果只有300枚核武器的话,抛开这些未能成功攻击目标写的弹头,就剩不了多少了。 火箭军由于摸不清中国核武器的具体状况,美国竟然想让我国家国内储备的核武器数量公布出来,真是太可笑了。 中国的核心机密,且能随随便便的公布,中国果断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这一要求。 有意思的是,中国专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,具体数量不便透露,总之够用就行了,核武器够用就好似的。 拥有几千枚核武器又能怎样?真的开始核打战的时候,即便拥有再多的核武器也难逃一死。 相反在和平时期,拥有太多的核武器,必须花费高昂的维护费用,这又是何必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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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